我们现在看的这套就是线房 也就是说你买到的就可以是这套既建计所得 一打开门也是这样一个楼梯跟样板间比较接近 然后右手边 然后一边是车库一边是储藏室 这边是储藏室的位置 然后另外一边这边就是车库 这边是洗衣房 放洗衣机烘干机的 然后再往里走 这边呢是有一个洗手间 是一楼的一个洗手间 洗手间是带淋浴的 所以是一个权位 这个房子是个线房 家装都做了 包括这个地方家装的橱柜 然后subway的那个瓷庄 然后家装的大理石都做了 然后再往这边走 是一个小的房间 这个房子比较小 1614尺 所以它的价格也比较好 299,900 就是这个社区当中比较便宜的一套 只有两个卧室 只有三个卧室两层 这就是它的第一个卧室在一楼的 也是有一帽间的 到了二楼之后 一上来就看到了 这个厨房跟它的样本间比较接近 也是厨房在二楼的 然后厨房的旁边是客厅 因为整体面积小了一点 所以客厅的整体面积也小了一点 但是你看每一面都有窗户 对于这种比较 楼层比较多的 类似于condo一样的房子 每一面都有窗户 是非常重要的 不然的采光会大受影响 大打折扣 然后一个很大的sink 抽油烟机啊 然后有烟道 也可以换中式的抽油烟机 这是一个客人用的洗手间 客人用的洗手间的旁边就是另外一个卧室 这个卧室也是两面窗户 对于采光来讲就非常重要了 有很多大房子我不太用强调的几面窗户 因为只要窗户大房子大就不影响采光 但是这种小一点的房子的话 窗户多就非常重要 这边是一个衣帽间 衣帽间再往里走就是主卧的洗手间了 两个洗手台 然后这个大理石的台面 淋浴间做的比较大 但是没有浴缸 然后这边是另外一个衣帽间 所以它外面一个衣帽间 里面一个衣帽间 整体来讲可以 成不少衣服 实用性还是不错的 这个房子主打的就是位置和实用性 然后这边是一个马桶间 马桶间的旁边也是一个储藏室 就是这样几个门 因为房子小嘛 储藏间多一点比较容易收纳 这个房子在二楼这边也有一个阳台 这种阳台是选建的 我们今天看到这套线房 它就选上了这个阳台 如果你要选建的话 可以要阳台也可以不要 反正要阳台的话可能舒服一点 然后从往下看 就这样一个小小的小院 整体就是这种感觉 这个房子的房子也那么幸福的小小的小时 就是这种感觉 这个房子是一种感觉 就像这个房子一样的一种感觉 所以我们现在做的一种感觉 就像一般一样的一种感觉 就像一个大小时一样的一样的一种感觉 这个房子院子就挺小的 反正最多就能放个烧烤架 能在这烧个烤做一会儿 但是像在市中心的位置 这种小房子也是蛮难得的了 小院子 今天我们看到这个房子的位置 是一个离中国城非常近的位置 我们今天放大一下看一下 在整个休顿地图当中可以看得到 这个位置就是在比较中心的位置 是在二环这个地方 有很多人来买房的时候 就会说我要买市中心 或者说我要买什么地方 但是其实像这种很中心的位置的房子的感觉 完全不是别墅的感觉 社区的环境各方面可能就不是很好 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位置 中国城呢就是在这儿 直线距离就这么近 然后这是一个新房子 那另外一个我们经常大家逛街的地方 叫Galleria就在这个附近 像Uptown啊都在这个附近 所以这一块就是非常方便的一个区域 好 我们现在先看一下这个地方 它一个个地方的位置 比如说我们现在就直接打一个中国城 你看就车程13分钟就到了 就很非常的近非常方便 学区的话这个房子学区并不是很好 因为我没有提过学区的话肯定就不太好 那在这边住的话就是比较方便 比较有利于平常上班 如果你有了孩子有了家庭的话 可能还是周边的一些其他的区域更适合您的选择 好了 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房子了 如果你对修正地产感兴趣 欢迎加我微信关注微博联系我 如果你有房子想卖或想买房 可都可以随时联系我们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